哈囉大家好我是幼凱 前陣子有觀眾問我說 他自己發生車禍 結果在調解的時候被對方的理賠員告知 強制嫌的理賠金也要扣倒折喔 問我說這樣是正常的嗎 各位觀眾你覺得是正常的嗎 這當然是不正常的說法 為什麼要說是不正常的說法呢 今天的影片就來跟大家討論 關於車禍調解的和解金 與強制嫌理賠金之間的關係 那麼在進入正題之前 我必須提醒第一次發現這個頻道的觀眾們 這是一個專門提供車禍調解知識 案例還有車禍新聞分析與看法分享的頻道 如果你也想學習與車禍調解相關的專業 你可以考慮訂閱這個頻道 還有打開小鈴鐺通知喔 好了嗎 就開始囉 首先在車禍調解的時候都會談到一個問題 就是和解金額是要包含還是不包含 不論是以情領或是日後才要申請的 強制嫌理賠金 我簡單快速的說明一下 這個車禍和解金含不含強的問題 這部分我以前有做過一支專門影片 有興趣的可以去我的頻道找來看 發生車禍談和解金的時候 要怎樣決定含強制 還是不含強制呢 一個最簡單的判斷依據 就是受害人所受的體傷 在未來是否有失能的可能性 大家看到失能 不要直接聯想到那種 植物人 半身不水等等超嚴重的狀態 光是關節處失去部分活動角度 這就算失能了 那如果失能的話又怎樣呢 當然就牽扯到強制嫌的殘費理賠金 單純的體傷 例如車禍後住院個一星期 然後什麼自費醫材 或什麼看護費的 這些算在強制嫌醫療費用的費用 強制嫌最多最多就是總賠20萬 但是失能 光是一個壯斷五顆牙齒 失能理賠 就可以請領到13級殘的10萬元 所以如果是其他更嚴重的狀況 那這個失能理賠金就是 數十萬到上百萬的可觀數字了 那還有另一種常見可能導致失能的傷勢 就是所謂的遠端牢骨骨折 就是差不多手腕的這個位置 因為當人跌倒的時候 身體一定會反射性的用手去支撐 但是發生車禍 尤其是機車騎士 可能撞的是整個人飛出去 那個衝擊力是相當大的 所以一落地 手一撐 骨折也就不意外了 那這個常發生的骨折又會帶來什麼 失能風險 我不是醫生啦 所以也是從網路找來資料 那基本就是因為遠端牢骨這個位置 旁的軟組織 如果嚴重受損或是受損了 但沒有即時治療 可能只單純治療骨折 結果骨頭都癒合了 發現手腕還是會痛 還是不能恢復原有的活動角度 或是乏力等等的狀況 在檢查可能才發現什麼 韌帶受損 神經受損 即時發現 即時治療或許沒什麼 但拖太久 症狀可能已經固定 在治療效果可能也不顯著了 那這代表什麼 這個活動角度受限或是乏力的症狀 基本要跟著受害人一輩子了 留下永久性無法恢復的傷害 就是失能了 例如強制癬條款裡的 以上之三大關節中 有一大關節移存顯著運動傷害 也就是活動角度 要是只剩下二分之一 就屬於強制癬條款裡的第11級失能 可以勤領27萬的失能理賠金 但是這種傷勢不是立刻就能診斷出來的 所以強制癬針對不同身體部位 都設定有一年或半年的治療期 在最後一次手術或治療完畢的一段時間之後 症狀仍然無法改善才能算是失能 即便醫生提早開出失能診斷 保險公司可能還是會雕說 治療期還沒滿 不給申請之類的 我們當然不希望真的發生失能 但又不能說 一定不會演變成失能 於是對於一些比較有失能風險的傷勢 基本就是會要求和解經不含強制 為的就是當治療期滿了 症狀固定無法改善 確定失能後我們還可以再跟保險公司 申請失能的理賠金 至於時效問題 我在這支影片裡有詳細說明 大家可以去看看這支影片了解一下 所以 車禍和解含不含強 依喪事而定 這時可能有人會疑惑 既然可以不含強制險 我何必選含呢 通通不含不就好了嗎 當然沒這麼簡單 如果說要賠你錢的一方 他沒有第三責任險 倒可能還比較好談 反正造勢者自己接受就好 但如果是盜事者有保第三責任險 有保險公司介入處理和解的話 這時不管是強制險還是第三責任險 都是保險公司要出錢 所以根據傷勢的嚴重程度以及類型 保險公司也會看到底 該不該讓步給你不含強 例如車損比較嚴重要賠個十幾二十萬的 體傷的部分可能才醫療費幾百幾千塊 這時的保險公司就會踩很硬跟你說含強 不然就開始威脅 折救啊 給法院判啊什麼的 而保險公司這樣說也不是跟你硬拗 因為根據強保法第32條規定 強制險的理賠金可以視為被保險人 抵充賠償金的一部分 所以在調解階段有時反而可以取得 更漂亮的賠償金的原因在這邊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死亡車禍說什麼 把人撞死了結果造勢者居然只要賠個 可能一到三百萬的原因 因為已經扣掉強制險的生庫金兩百萬了 實際判賠可能是三五百萬的賠償 又因為過失致死是屬於公訴罪 所以一定上法院的 法院判賠是一定扣強制的啦 好前面講太多和解金含不含強的問題了 我們繞回今天的影片主題 為什麼有理賠員會說 申請強制險要扣照折比例 基本就是變相喊你的求償金啦 我們先了解一下法院實務都是 先論過失再扣強制險的理賠金 例如A跟B發生車禍 A是主因 B是次因 我們簡單七三分就好 假設B是受傷的一方 請求賠償的金額是一百萬 強制險已經申請十一萬了 那麼法官實際上會怎麼判 A該賠多少錢呢 就是先把這個請求金額扣掉 B自己該付的造折比例 30% 也就是打7折 100萬乘70%等於70萬 70萬再減去以情領的強制險 11萬 剩餘的59萬 就是A要賠給B的金額了 那還有另一種算法則是 100萬先減強制險 理賠金 11萬 剩餘89萬 再打7折 等於 62.3萬 是一種對受害人比較有利的算法 但是法院實務都是選用前面的第一種 原因則是為了避免重複獲得理賠 這邊就不多做贅述了啦 不過這邊再延伸一下 剛剛前面有提到 有時調解能拿到的賠償金 反而比給法官判得還漂亮的原因是什麼 這邊講一下 如果求償金額超過強制險理賠金是還好 但如果今天請求依據算出來是 低於強制險理賠金 那麼造勢者就不用再賠啦 你就只拿強制險而已啦 所以說不要一有受傷就說要上法院 也不是我隨便掰的 上法院對受害人就真的不一定比較有利嘛 這都是要依據個案狀況來評估的 了解嗎 好說到這邊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強制險理賠金本身是沒有在砍造折的 那為什麼會出現理賠員講這種話的狀況呢 很大一個因素 你的請求依據不夠有力道 或是保險公司認為可以含強和解的 你硬是要不含強 所以理賠員才會講出 強制險的理賠金要砍造折這種話 為的就是一個目的 砍你的求藏金 強制險理賠範圍以外的其他項目 都談的差不多了 本來只要答應含強就能簽一簽和解了 但你硬要說不含強 這時理賠員當然開始刁難 除了剛剛說的強制險的理賠金要砍造折 另外就是跟你說那精神賠償要降低 或是車輛維修費要折舊等等 所以為什麼說請求依據要有利 要嘛把理賠員蒙到感覺你真的有失能的可能 或是有持續復健並且要繼續下去 不然好不了又或是施壓肇事者 自掏腰包來補 反正告過失傷害腳翼科法經也是錢 不如現場錢掏出來 大家就簽一簽和解就結束了 節省大家的時間不是嗎 你讓理賠員感受不到壓力 他當然隨便砍你的錢 反正你不爽就去告 告也是告肇事者又不是告他 拖到民事庭那就法官說多少賠多少 這樣他寫理賠報告也簡單 所以這樣有稍微感受到調解真的是門學問了嗎 很多個案真的不能拿來當同意喔 所有商事或車禍類型都一視同仁用同一招去談是不可能的啦 最後啊大家一定要了解調解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為了減少紛爭喔 雙方願意各退一步達成和解結束爭端 如果雙方都死不讓步說真的沒有比較好 真到底你真的有贏嗎 不一定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最後也提醒一下如果你有車禍的問題想尋求幫助 或是你身為企業主有需要對公司旗下員工提供專門的行車安全 車禍處理相關的教育訓練 都可以點擊影片資訊欄或置頂留言裡的連結 選填你需要的表單來跟我預約諮詢喔 我是幼凱鴻下次見 掰掰